欢迎各位收听今晚2022年第一集的 烤天Live直播节目,其实是烤天大 首先公布今年最先进来的那几位听众 由于他们今年全联罪才进来的那几位听众 所以他们的祝福会加倍 我们会祝福他们两个星期 第一位是Jason Jason,第二位是哈比神猫,第三位是Tchan,第四位是CY曾 第五位是PWPWPW100 恭喜刚才那五位的听众 但愿上帝的恩典和圣灵的感应 就在未来这两个星期 常与刚才那五位听众常在 刚才PWPW的 他很紧张,在checkroom查询 他说,为什么现在找不回 好在我截了一部 为什么他这么紧张呢? 因为他是第五位 Jason Jason,他就撲进来留言 他就说人生第一次第一 恭喜了 是今年的第一位 我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是怎样的 我自己本人 就是 不想 面对 新一年的挑战 所以我们就不要说下一年 我们今集 就是敲天呆 我会跟大家数 我在去年 看过的那些电影里 就是我自己本人 最喜欢的那10出电影 另外 除了数 10出我最喜欢的电影之外 我亦会说 我最 喜欢的导演 以及我最喜欢的 男演员和女演员的演出 就像往年一样 我这个列表 他那个timing 就是不是 Exact OK 因为 去年 我很长时间 我都在香港 香港那些电影 他上画的那些时机 跟北美又不一样 所以 一向以来 我们的 方法论 我们的方法 就是十分之主观的 按我个人 是什么时候看的那一出电影 来到定断 OK 总之 去年 我看了那些电影 我会 集合在一起 有部份 其实我去年看的电影 可能是前年的电影 OK 但是我去年才看 吹吗 是吧 有些这样的电影 但是我又不会放一些太旧的 OK 前年那些也有可能 OK 但是这些 四五年前的那些 我就不会 数下去 那些是旧气身体的那些 那些是不算的 OK 所以今年 总之 总之去年我有看过那些电影 我会数十出 我这些排名 就是按我个人的喜好 不是那一出电影 我觉得他好不好 OK 因为那一出电影 objectively 是一出好电影 或者是不好电影 不代表我喜欢他 不是说那一出电影拍得好 我也要喜欢他 我也可以喜欢一些 其实拍得不太好的电影 或者是有那些 我觉得 最能够代表这件事 就是 我记得两三年前 我那个年度十大电影 其中有 Jame Chung Yesterday Tomorrow in Hong Kong 他的名字是怎样 Tomorrow 让我自己 现在 搜索一下 Already Tomorrow in Hong Kong OK 因为那一出电影 我看到有Jame Chung 整一出电影 看他 我就非常喜欢 但其实我也知道 那一出电影 其实不是什么好 整一出电影 只是 拍过男女主角 在香港 走来走去 然后聊天 完全没什么发生 但是我选择那一出电影 又选择得对 因为这几年来 我看过无数 我真的很喜欢那一出电影 所以我其实选择得对 我确实是很喜欢那一出电影 所以 不排除 会有 这样的电影 OK 不代表 我觉得那一出电影 很棒 很推荐 也不担保 你也会很喜欢 纯粹我跟大家报告 我很喜欢那一出电影 如果你觉得 你的口味 密人人口味也不同 如果你觉得 你的口味 和我相近的话 你也有机会 喜欢那些电影 OK 他就问敲天夫人的十大 他可能也有的 这个就要问一下他 我就不知道 但今晚就是说我自己的十大 OK 来了 OK 第十位 这一出电影 就立即 就是来出电影 我觉得其实是 拍得不好 我觉得这一出电影 是很有问题 但是我自己 挺喜欢 我想真的 的时候 我在敲天flix 那里 我给分 其实给分 也不是给得很高分 因为我觉得它是曬了的 但是出电影 我是挺喜欢的 就是这一出的 空灵制 the medium OK 这一出 好像是韩国和泰国 那些班底合作 拍出东西 他其实就是说一个鬼上身 驱魔人的故事 但是他拍摄的手法 就是用那些shaky cam 就是第一身 拍 一个document 但是假的 他不是真的一个document 他假扮 拍一个document 的手法来拍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手法 非常之 无聊 以及 搞到出电影 变成了拍得不好 但是这出电影 我觉得他虽然拍得不好 但是有很多方面 其实我是挺喜欢的 就是我挺喜欢 他那个驱魔人的故事 我又很喜欢他里面的一个女主角 OK 而且他连配角也很好看 他里面有个像花姐的配角 我觉得那个人也做得挺好的 那个人做驱魔人 对不对 对不对 Jason Jason 他说 这一套就是看到他中间睡着了 你睡着了 你没有看完电影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有些人留言 他说他没有看完电影 你没有看完电影 我也是挺喜欢的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拍摄的手法 他在弄鬼弄马 在扮dokumentary 你不用扮dokumentary 任何人都知道你的dokumentary是假的 你不会说 因为这个手法 是多了实感的 对不对 这个是没可能的 所以我也是检搞的 其实那个导演他之前是拍过其他好看的鬼戏 我觉得他如果正常拍 其实他有可能拍出很好看的戏 我就不知道 哪条根 他懒有创意 所以 我觉得他是假祸了 所以我觉得是浪费了 但是我很喜欢 尤其是他里面鬼上身的女主角 我觉得他很漂亮 很漂亮 所以加了很多分 但是我自己也知道这部电影其实是拍得不好的 但是我自己是挺喜欢的 第九位 就是Oxygen 这个是在Netflix那里有看的 他那个故事就是说 Melanie Laurent 那个法国 说法文的那个女神 他就在一个 类似的太空仓 醒了 然后他就要用他那些有限的资源去找 究竟 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他会在太空仓 又或者是 他是被人困住了 被人捉走了 还是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整部电影 如果我是 可以不断看 那个女主角 我就觉得很开心 而且 整体我都喜欢 这部电影 因为我之前看到他在Netflix 然后Melanie Laurent 我认为 应该都是垃圾片 但这部电影 我认为这部电影也挺好看的 所以这部电影我也是相当喜欢的 第八位 就是The Last Duel 这部电影 那个导演 Rid Lee Scott 他吊读了一些观众 他说那些人 就是 没有味道 不肯走去看他那部电影 我觉得他又不需要那么认识 人人喜欢看的东西不同 别人喜欢看Marvel 有什么办法 而且他这部电影 事实上是很长的 两个多钟 根本上就是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是喜欢的 我想有些人 就是会介意 例如他太长 以及他说的故事的方式 好像那些 竹林钟 那些 同一个故事 然后三个人 说出来 然后他们的perspective 不同 那就是 变成了一个故事 你听三次 就会很重复 这样 也会有少少的 还有 一个 最简单的影响就是 你一个故事说三次 就肯定会令到你的故事 你那部电影本身 就会令到他 很长 事实上他也是很长 那一部电影 但是呢 我自己 在这部电影里面 我不是十分介意 我很介意这部电影太长 但是我不觉得这部电影太长 就是因为我觉得 就是 同一个故事虽然他说几次 但是我觉得他说几次 都有一些 不同的 趣味在里面 就是我觉得 他有一些很小的 位置 有一些不同 就令到我的观点 完全不同了 令我 令我看的时候 很有趣味 因为他里面那些 不同 是很小的 你可以感受到 那个导演 例如他给 那些演员一些 指示 然后这个感觉 呈现出来 完全不同了 让我觉得原来 在拍戏的时候 那个导演给的指示 有少少不同 就会令到 整件事 感觉 完全不同了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觉得是 非常有趣 而且 非常重要的就是 他里面那些演员也是演得好 Matt Damon Adam Driver 也是好 而且 Jody Korman 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之前 是没有看过 Jody Korman的那些演员 谁知道 这一年 有 Free Guy 以及这一部电影 也有Jody Korman 我觉得 这个女生很好看的 第七位 就是Last Night in Soho 这个呢 就是 这个 这个导演 我觉得他拍了很多 其他的电影 是 更加好看的 他 还没有去荷里活之前 那些电影好看的 我觉得 很好笑 以及 很聪明 我觉得 我很喜欢看Hotford 我回看很多次 我还是很喜欢 我觉得他这部电影 没有那些那么聪明 没有那些那么好看的 娱乐性 没有那么高 但是 他的那个类型 也是我喜欢看的 他是那些 有点 原疑 Psychological thriller 杀人片 那种 那种 的路线 所以 他的内容 虽然 没有我想象中 好像他之前 拍下的那些电影 那么好看 但是 这个 但是 因为他的那个类型 是我喜欢的 所以 本身 已经加了很多 我会加了很多分 我本身 对他 对这种类型的电影 是有兴趣的 然后再加上 我觉得这部电影 他真的是一个 perfect casting 我觉得是 因为他的故事 就是说有个女生 就是Thomas Mckenzie 他是一个 设计时装的女生 他对一些 舊的fashion 或者 舊的东西 他会很有兴趣 他 回一个新的时装学校 他是一个新生 去到一个新的城市 后来他发觉 自己睡觉的时候 会进入了另外一个 旧时代 他看到另外一个 女人 就是Anna Taylor-Joy 看到他一些 遭遇 好像他自己 在经历 另外一个人 的人生 所以 在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 布局 需要有两个很强的女主角 遇到她的 casting 是两个女主角都很好看 然后他们的样子 又是有点似的 又确实是 其实他们是不似的 但是那个镜头的捕捉 某一些 捕捉到他们的轮廓 那些 在电影里面 看 是有点似的 但是他们的气质又很不同 因为 很纯品的样子 然后Anna Taylor-Joy 他本身 就是有一种 妖女的样子 整个妖女的样子 我觉得 很夹 我觉得不是他们做的 这部电影就不成立了 但是因为他们做 做过一个角色 是一个完美的配合 令到电影变得 好看了很多 我觉得 所以这部电影 我是很喜欢看的 东仔说化妆似的 可能是 化妆似的 帮到他们的 但是在这部电影里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很漂亮 Thomas & McKenzie 也很漂亮 OK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很好看 OK 这是第七位 然后 第六位 就是James Wann的 新的恐怖片 Malignant 这部电影 我在看之前 我没有看过那些预告 因为我 我只看过班底 我已经想看 OK 就是James Wann 他自己做导演 他不是做监制 那些鬼戏 就算他是做监制 也不代表什么 他做监制的鬼戏 是可以很烂的 这是他自己导演 他自己导演的恐怖片 我已经想看了 然后这个女主角 是Annabelle Wallis 我就更加想看 我觉得Annabelle Wallis 是很漂亮 我很喜欢看他的电影 但是 他不是很多 很好看的演出 不是有很多好看的电影 不是有他 拍那些什么 The Mummy 那些 又或者是Annabelle 第一集 也是他做的 但是 是一部烂片 但是 这个James Wann 加Annabelle Wallis 我很想看 所以我早就决定要看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电影 我在看之前 我以为 他是鬼戏 就是说一些幽灵 那些 谁知道 一开始 我发觉 不是 他是恐怖片 但是他不是鬼戏 他是另一种类型的 恐怖片 我已经很开心 因为他 那一类型的 恐怖片 我是很喜欢看的 但是 拍得好的 不是很多 而且那个数量 越来越少 很多时候 现在的人 去拍那一类型的 恐怖片 都是 其实有点故意 拍到cheap 拍到搞笑 但是他这个真的是 恐怖路线 一个well made 拍得好的 那类型的 恐怖片 所以我就很开心 我可以想像 有些人 是不喜欢这部电影的 事实上 比起conjuring 比起insidious 我会觉得那些电影是好一点 objectively 但是 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 他已经拍了很多出鬼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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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他已经拍了很多出好看的鬼戏 他想 拍下另一部电影 我觉得 这个是好想 我也想看他 其他类型的恐怖片 他现在就拍了 结果 我觉得也 挺好的 我明白 有些位置会觉得 很可恶 有没有搞错 但是 我觉得是这一款 类型的 恐怖片 他就是有 那种feel 我觉得 我自己就很喜欢 这部电影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很开心 我很开心 他拍了这一类型的电影 我很开心 那个女主角Annabel Wallace 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有很多的期待 这部电影是 超出我一些的 预期以外 甚至乎是 所以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看完之后 我是开心的 我开心的 OK OK 接着 第五位 OK 就是 My Sailing Journey Year My Sailing Journey Year Jerry说 Malignant好过 Conduring 3好很多 Conduring 3其实也不难 因为你可以估计 其实有权是难的 我觉得它不难 Conduring 3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都会喜欢 Malignant好多 这部电影 第五位就是 My Sailing Journey Year 我想 其实很多人看这部电影 都会觉得 也会觉得这部电影不是好电影 我不知道 其实这个 你可以说是一个新版本的 这部电影是什么 叫什么 The Devil's Prada 叫什么名字 我忘记了 让我自己搜索 是不是 The Devil's The Devil Wears Prada OK 这部电影是一个新版本的 The Devil Wears Prada 其实是 就是 他大概是一个女生 他去一个新的公司工作 然后他的上司是一个很严谨的 女老闆 然后那个 新先入行的人 慢慢在 很严谨的 女上司 他的控制 他的淫威 他自己也成熟很多 然后 出戏做做做 就说 那个女上司 也显露出一个 比较脆弱的一面 根本上就是 The Devil Wears Prada OK 但是 我也挺喜欢 The Devil Wears Prada 我觉得那部电影也是好电影 这部电影没有那部电影拍得那么好 这部电影没有那部电影拍得那么好 但是也不错 OK 所以 他里面那些演员好看的话 我完全不介意 看一个 好像 The Devil Wears Prada 然后再拍一次 因为我是完全不介意 你可以当他是这样看 在这部电影里面 Segurnie Weaver 做那个严谨的女上司 很好看 他做很多电影都很好看 根本上 然后 年轻的角色 Margaret Qualley 我觉得也是很好看 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看完那种的感觉 就是很放鬆 然后 有一种sweet的感觉 你也看到我看电影的品味 主要就是 脱手脱脚 或者是 杀人 psychological thriller 要不就是鬼上身 或者有怪兽 那些 所以 看这么多电影 然后久不久 看了 就是这些 然后 他里面 女主角很漂亮 OK 是比较放鬆 对我自己来说 差不多 好像是 逐世清泉 所以 所以 我 我 都相当之 喜欢 这部电影 我觉得 那么 按错 我想 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这部电影 甚至乎 可能会直接 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很贵的 The Devil Wears Prada 也是 也是 但是 我觉得 如果他这个整体来说 是一个good idea 我又不介意 他用同一个好的idea 然后再拍一次 我不介意 但是 当然 如果你觉得 我翻看那出也可以 那 可以 当然 可以 为什么 各有取向 但是我自己是喜欢的 我相信 我会翻看多几次 我相信 OK 他 他背后 他背后是说 那个 麦田 捕手 是吗 中文好像是 那本小说 麦田捕手 他说 那个作者 是很深归的 不肯见人的 OK 但是这部电影 就是 他 就是说那个女生 去了一个出版社 那里 就是 他 serve 的其中一个客 就是麦田捕手 那个作者 就是他说他里面的一些经历 据说 他据说是 是根据说 是根据说 真实的故事 是根据说 The Devil Wears Prada 的故事 其实就是 也不是那么重要的 他里面 说的 那个 人 那个 麦田捕手 那个背景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 主要就是 说那个女生 那个美女 和他 他那个 老板之间 那些互动 那部分是最好看的 其实是 OK 第四位 就是 Free Guy 这部电影 之前我看的那些 trailer 我打算这部电影是烂片 我完全预期 这部电影是一部烂片 但是我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喜欢 我觉得很有娱乐性 很有趣 故事其实是 差不多 Lego Story 其实是 真人造的Lego Story Lego Story的故事也挺好看的 OK 就是说 那个Ryan Raynols 其实他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他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电脑游戏 或者一个电脑世界 他里面的一个 AI的 角色 但是他开始有 自己的意识 他作为一个AI 他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他有些事情他自己想做 或者他会喜欢一个 女生 这样 OK 然后就引发一些不同的事件 整体来说 他是一个搞笑的 力显 电影 一些popcorn movie 这部电影 我喜欢他里面的一些角色 Ryan Raynols 这个人 我一直都喜欢他 在他很早的时候 没人认识他的时候 我已经喜欢看他 因为以前小时候 看过一部很贵的电影 叫做 Fan Wilder 现在在Amazon Prime 可以免费看 我觉得 在那部电影里 他很好笑 例如 他如何整股同学 把他那只狗的精子 放在hot dog 那里 喂他的同学吃 那些 但是 真的很好笑 他的样子也挺好的 然后他做一些很贤格的东西 我觉得是很合适的 所以 在很早的时候 我已经是 很喜欢他 我已经是 他有其他project 做一些romance comedy 那些 他有些 有些戏 我觉得都可以 也好 但是他也拍了很多 不好看的戏 所以 我是喜欢他 但是我也意识到 不是说有他做的戏 就是好看 例如Red Notice 不太好 但是这一出 是一出好戏 他在里面是一个有趣的角色 但是不仅是他 他身边其他配角 也是好看 那个女主角 Jodie Comer 是 超好看 我之前 我想他之前可能是拍多些 电视剧 我猜而已 OK 但是我很少看电视剧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 他在这一出电影里面 他就很sharp Jodie Comer 他在这一出电影里面 也很sharp 他在《The Last Duo》里面 也很好看 所以 以后我会 多加留意他 OK 他身边那些也很好看 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popcorn movie 我觉得是 OK 这类的电影 是可以无限翻看的 我相信 我会翻看很多次 我相信会是 是吧 专门说他吃到Scar Johansson 一定是很厉害 当然了 我觉得他很陈的 以前 我觉得他们很陈 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他现在的老婆很漂亮 OK 接着就是 头三位 知道吗 去到头三位的那些 是我很喜欢的 因为之前那些我都相当喜欢 但是 头三位我是 超喜欢 我今早想的时候 越想越喜欢 OK 第三位 在Netflix那里有得看的 你真是猜不到 就是《The Power of the Dog》 这部电影 我看之前 我没想过我会喜欢的 我预认了是烂片 因为有福尔摩斯 然后有《蜘蛛女》 然后有大明星 然后有Netflix 然后我看一些片头 和剧照 那些 西部牛仔的电影 我很厉害看西部牛仔电影 我不喜欢那个设定 一般来说我是不喜欢的 所以我预认了是 但是我不喜欢看的 怎知我看完之后 我看完之后 我就觉得这部电影 原来是一出好戏 我也挺喜欢的 然后 我录片 在《How Team Flex》那里录 我记得好像被B-B那些 然后在之后一两个星期 我还不停在想这部电影 所以 我越想越喜欢 如果现在我再拍了那部电影 我会有A 其实 我会出电影 漫热到 我的电影 看完这部电影 隔了一阵子之后 我会越想越喜欢 所以 我很喜欢这一部电影 我会很惊讶 她也有很多位 我觉得很惊讶 映电影很长 但是我不介意 因為我覺得這齣電影 因為有時候你看一些電影 你會覺得很浪費時間 為什麼他要說這件事 為什麼我要知道這些資訊 為什麼他要花時間 說這些東西給我聽 然後到最後你會覺得 這齣電影可以短很多 這齣電影是很長的 我一直看的時候 因為我在看的時候 我是打算會錄片 去說這齣電影 所以一直看的時候 我就會留意 例如有什麼問題 我自己有什麼疑問 我才有talking point 所以這齣電影我一直看的時候 看到差不多結尾的時候 我都在想 這齣電影這麼長 為什麼他一開始的時候 例如他們吃飯的時候 他會說福爾摩斯 他弄壞了一朵花 他花了很多時間在那個位置 然後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我要知道這件事 為什麼他要告訴我 他在那個位置弄壞了那朵花 為什麼 為什麼 我需要知道這件事 是不是純粹 他拿了一個feel 還是有point 似乎沒有point 我想說的 然後他的故事 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開始以為 是一張愛情片 我以為那個蜘蛛女 例如會愛上福爾摩斯 我以為是那一類電影 我以為是 那些女性愛情片 花了那麼多時間 誰知這張電影 完全變成了主角 他花了很多時間 他花了很多時間 說那個Kirsten Dunst 說那個媽媽的故事 然後後半段 很少說他 變成說他的兒子 那一刻我就覺得 很奇怪 如果這張電影 他真正想說那個故事 是說那個兒子的故事 那為什麼花了那麼多時間 說他媽媽呢 好像我的聽眾 他想了解我多一點 我不會不斷跟你說 我媽媽是怎樣的 你會覺得你off topic 誰知這張電影 他計劃得好 真是欺騙 去到最後的時候 突然間 去到某一刻 我突然間 整齣電影 由頭到尾 我是明白了 有很多位置 我很介意 為何我要知道那件事 為何你展示那件事 為何你花了那麼多時間 給那個角色 然後去到最後 我是明白了 為何他會 強迫我看那些東西 那些所有東西 都是make sense的 原來 OK 但他不是扭桥 因為有些戲 他會 是扭桥 是聰明 他不是 我覺得他也是相當平實 去說一個故事 但是只不過 例如我看這齣電影的時候 可能會帶很多其他包袱 我看他是 牛仔皮 會不會 新拍一個不同的 段貝山 OK 又或者 有蜘蛛女 拍很多愛情片 應該是愛情片 應該是三角戀 那些 可能是我自己帶進去的包袱 就是我自己 fake了我自己 這個不是別人困了 是我困了我自己 誰知看到最後的時候 原來他是 在說一個這樣的故事 然後他裡面有很多的細節 我就明白了 我很欣賞 他花時間去 他花時間去鋪排那些細節 他擺在整個故事 由頭到尾 他擺了很多細節 然後是 合理的 跟那個故事是有直接關係的 我很欣賞這齣電影 我很享受這齣電影 我是很喜歡這齣電影 我自己可以說 是的 我自己可以這樣說 但是 另一件事就是 我很喜歡他只是在說一個故事 他真的有心想去說那個故事 而不是因為現在有些電影 我覺得有些是賣弄聰明的 例如他 報告自己說 有一個 我的結局是一個扭計的結局 例如M Night Shyamalan那樣 你不要 錯過一些細節 不然我就騙了你 我從頭到尾 我不覺得這齣電影 有任何東西是賣弄聰明的 在騙我 他只是在平時說一個故事 然後我可以在裏面發掘很多東西 那種感覺是很不同的 看完這齣電影 我很開心我看了這齣電影 因為我開的時候 我是預料看爛電影的 我差不多是預料看這齣電影 我已經是預料到 Houting Flix那裏 然後 又說你看又是有些大明星做 找福爾摩斯去拍爛電影 我預料到要這樣報告 誰知是一齣很好的電影 想想想這齣電影 甚至是全年我最喜歡的其中一齣電影之人 所以 就是這樣 夠了 我覺得如果你是有Netflix的人 應該去找來看 但我覺得你看的時候 你要有心理準備 你要有耐性 如果你是像Jason Jason那樣 你看了一齣電影 看了一半睡著了 你就要找一個精神 有精神的時間去看 我覺得是 OK 夠了 說了很多 第二位 就是 A Promising Young Woman 這齣電影 這齣電影其實是去年年尾的電影 應該是去年年尾的電影 前年 現在是我的1月1日 這是前年年尾的電影 但是是我去年年頭才看的 過了一年我還是很喜歡這齣電影 這齣電影的故事就是 有個女生 她會做一些事情去懲罰 做了一些對女生不住的人 但是她懲罰的對象不是只是仇男 不是懲罰男人那些 她懲罰的對象包括女性 在這齣電影裡 她懲罰那些對女性 不住的人 其實她這齣電影 你可以說是挺科幻的 她裏面的情況是 不真實的 不會有人真的 這樣做 然後不被人打死 其實是 但是 她是那一類的 爽氣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娛樂性 我自己覺得 很緊張 然後 Carrie Mulligan 我不是特別喜歡她 但是她在某一些電影裡 她可以 很漂亮 很好看的 在某一些電影裡 但不是出出都 漂亮 和好看 OK 有些電影是 不好的 我看她的樣子 甚至是 但是在這齣電影裡 她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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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享受這齣電影 我很喜歡 OK 但是這齣電影 我有一段時間 沒有看過 因為這齣電影是年初的人看的 所以這齣電影是第二位和第三位 我不太肯定 但也相當喜歡 肯定是頭三位 OK 但是第一位 毫無疑問 一定是第一位 OK 這齣電影 就是 這個 The Dissident 這齣電影 是一個 Documentary 是一個 紀錄片 這齣電影真的是一齣奇片 如果你有機會看 我不知道你怎樣可以 找到這齣電影來看 OK 如果你找到的話 是很值得看的 就是這一齣電影的Documentary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就是她說一個 真實的事件 她說那個 事件 就是有一個 Journalist 有一個 記者 有一個記者 出名的記者 國際知名的記者 有一天 她 進入自己國家的領事館 然後她進去之後 她就沒有出來 這齣電影 她進入的領事館 就是沙地阿拉伯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齣電影就是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就是說她進入了領事館 發生了什麼事 她去了哪裡 她是生還是死 然後就說 為什麼她進入 自己國家的領事館 會出事 她之前做過什麼事 OK 這齣電影真的很有趣 我講她的內容 我不想說太多 因為我很推薦你自己去看 我覺得很值得看的 就是 其實那些極權 都是一個樣子 沙地阿拉伯是一個極權的國家 她很有錢 真的 強國 起碼是 很富有的國家 這個記者 其實她也不是 搞抗爭的人 她是 小馬大幫忙的那類人 甚至乎是接近 親建制的 你可以說 因為她曾經 曾經也是一個政府信任的人 OK 但是又未至於 百分百 染紅 即是那類 她也有一點 自己的想法 未是百分百控制她 這樣 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在某一些議題 上面 她也覺得 政府可以怎樣 有些是小馬大幫忙的那類 又或者是又傾又債那類的人 但是在那些權力更替 你不跟別人掌握的時候 手腕的拿捏又不同 總之去到某一個 就是 少少批評都不能接受的人 就覺得這個人很有問題 然後就開始 很不信任 他 開始對付他 對付他的手法 以及對付其他 異見人士的手法 例如 付錢 在網上找人去 罵他 有些網軍 沙地阿拉伯版本的小粉紅 那些 他有很多那類的手法 或者是 黑人的手法 那些 那些 黑機 那些 所以 看這部電影 雖然說的情況是沙地阿拉伯 但是我覺得 可以 普遍地 在任何的 極權 裡面都是 這樣做的 事 然後 這部電影 他把這件事 拍了出來 雖然 這部電影 雖然是拍得很好 我不是因為他的政治取向 所以擺他第一位 而是我很喜歡這部電影 他是一部電影拍得很好的電影 所以我擺他第一位 雖然他拍得那麼好 但例如 你在Netflix不會看到 OK 我相信你在戲院裡面 也不會有什麼機會看到 就是因為他在這部電影中 他在吊賊 或者是踢爆 整個 很有錢的國家 這部電影是與整個國家為敵 所以 這部電影 我不知道 但我相信不會在Netflix那裡有的 其實我相信是 Amazon有可能 可能是 因為這部電影中 他其中有說過 其中一個細節 他有說過 沙特阿拉伯 那個領袖 跟美國很多的權貴 都是很友善 包括 Amazon的老闆 但是後來 發覺 那個 那個Amazon的老闆的電話 都被沙特阿拉伯 都被殺了 連那個老闆都被殺了 所以相信 是反了臉 我不肯定 Amazon那裡找的可能就有這部電影 說不定 因為已經反了臉 Anyway 這部電影是很好的電影 這部電影 剛才數的 就是我最喜歡的10出的電影 都是我相當推介的 OK 現在我們先去聽首歌 我稍後回來 稍後回來 我會說 我最喜歡 去年 我自己最喜歡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 導演的作品 和男女演員的演出 OK 不如現在我們先聽首歌 我先聽首歌 有一個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不可以 说给我听 也许能够帮你 如果可以就看心情 心情不好就看天气 但天气不好 这就是老天的问题 打开你的鼓励 像在叹息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以不可以 说给我听 也许能够帮你 如果可以就看心情 心情不好就看天气 但天气不好 这就是老天的问题 如果上帝又会平静 不让今天出来游戏 但至少我还可以 唱歌给你自己 一 二 三 四 巴啦巴拉巴拉巴 巴啦巴拉巴拉 Bye 巴啦巴拉巴 如果上帝有坏脾气 不让晴天出来游戏 那至少还可以唱歌给你听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晚的节目 刚才我已经数了去年我最喜欢的10出电影 现在我很忙,因为我要在半个小时内 还电脑给夫人 因为夫人约了半个小时后就在Facetime 所以很赶快 现在我要讲去年我最喜欢的男女演员 然后粉皮还有一封信想我读出 所以未来这几个字我要完成这些东西 很快可以数完这些东西 首先我去年最喜欢的电影就是 那位的Brian Fogel 就是刚才我说我最喜欢的电影 The Dissident的一个导演 他之前拍过另外一个 讲运动员濫药 那出《Icarus》 那出在Netflix可以看 那出也很好看 也是一出好的作品 但是The Dissident更多 更好看 而且他很大胆 我觉得是 因为他 拍这出电影 你会觉得 你会心想 你得罪沙特阿拉伯 你不怕被人怼你 真的要找命搏 所以我不知道 真的要有勇气 才能拍出这些电影 真的厉害 好像香港那些 某些纪录片 我也很期待看那些 但未有机会看 明天跟大家报告 我最欣赏的导演就是这个 女演员 女演员 就是 Thomasin McKenzie 其实去年 例如Jodie Comer Margaret Crowley 那些 我觉得那些女主角 也是很好看 但我自己 最喜欢的 都是Thomasin McKenzie 我觉得她在 《Last Night in Soho》 很好看 我看很多其他电影 也有她做女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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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然 在《Last Night in Soho》 就是最强 最多的气氛 我觉得她真的很漂亮 看《Last Night in Soho》 看了 没多久 夫人也和我说 她说 这个女生很漂亮 是得到夫人的认证 她的漂亮 所以 她将来 是一个大明星 我相信 她也拍了很多好戏 我想她是经理人 帮她选择 她选择 一些很好的 项目去做 所以去年 我觉得最鎮定的 女演员的演出就是她 男演员 就是Nikolas Cage 在《The Pig》 《The Pig》 但真的很好 不是玩家 在《The Pig》里面 真的很好看 《The Pig》 其中有一幕 她去到餐厅 故事说 她以前 应该是 应该是 一个 Chef 应该是一个厨师 一个出名的厨师 但是这部电影开始的时候 她应该是 没有做过很久 她在深山野岭 那里 跟一只猪 合作 去找那些 附近 去买 但是这部电影是因为各样的原因 她要离开深山野岭 回到她以前住的城市 她跟一些演绎的厨师 有一些对话 其中有一幕 就是说她跟一个当打的厨师 一些对话 我觉得是拍得很好 我觉得 我会觉得 我想很多人都会觉得 这个就是Nikolas Cage 也是这样的演绎 他一直都是这样演的 就是 我觉得她一向都是这么英雄 她一向都是这么好看 其实是 她很轻易演了 但是我觉得 真的很好看 她说的那种语促 那些语调 你会觉得 这个就是Nikolas Cage 他真正的声音 他送出来 他读一些对白 就是这样送出来 就是这样送出来 但是我就觉得 真的很好看 很有张力 只不过是两个人在这儿聊天 一个很轻描淡舌的聊天 他还要很冷静地说出来 但是就会觉得 这个很好看 哈哈哈哈 他平时 你可以说他没有机会 这样讲一个对白 又或者导演没有这样要求 又或者是 不适合那出电影 但是 当有一出电影 是适合 需要他这样去 讨论一个对白 他就能做出来 我觉得是 很突出 我觉得是很好看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 不是Nikolas Cage 就是我心目中的第二位 那 就会是 刚才我说的第三位 那出电影 就是 The Power of the Dog 那出 那个 那个 仔 那个 男演员 之前 因为他的样子很奇怪 我相信我之前有看过他做其他电影 因为我对他的样子是有些印象 但是你可以说 在那出电影里面 最不出名的是他 因为他身边那些 全部是一些名气大 过他很多的演员 由福尔摩斯 由蜘蛛女 有其他 但是我觉得 在那出电影里面 我觉得最突出 是做那个年轻 就是做个儿子 做蜘蛛女的儿子 那个角色 那个人是 演员很好的 我觉得 那是我心目中的第二位 第一位就是Nikolas Cage 他很好 但是 但是 你又不要去上youtube 只是找那一幕出来看 虽然也很好看 但是你要整出电影 你这样看 in context 就是 那个power才能出现 因为你看电影 不可以这样 你不可以 选一幕出来 这样看 你看John Wick那些 就是看他打架 你看一幕就可以 你看他新手 或者看成龙 你看那一幕就可以 但是那些剧情片 就是你看一个对白 你真的要整出电影才能看到 但是你又不可以 去看那一幕 然后回头去看那一幕 那又不可以 你是浪费了一出电影 我告诉你 你不可以这样看 你一看整出电影 你不要浪费了一出电影 你浪费了一出电影 你浪费了一出电影 你只是剝奪自己去看那一出电影的机会 是你自己浪费了一出电影 我勸你不要这样 不管怎样 不管怎样 讲电影就讲完了 有一个听众来信 就是这个粉皮 他叫我读出 现在我就帮他读出 但刚才我拿过 他有部份 他说是 不用读出来 所以就读不读 先说一下 因为他那本信主要是 讲 animal crossing 所以 我相信有一些听众 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但是 他想我帮他读 当然也可以 他又这样说 敲天和夫人好 有些东西 这就是粉皮 他说的 有些东西 虽然我已经私下和夫人说了 但是我也想分享给大家 希望敲天可以帮我读出 不经不觉 我的动心生活 已经有一年多了 可能我的起步点 就是迟过很多玩家 但是我玩的进度 比很多人都快 我很快 但是 已经赶上了 他不断赞自己 他说 后来 也成为了 赌主大大的 其中一员 他自称是赌主大大 而且 还超越 很多 一般的玩家 我真的很沉迷 他整段 都在赞自己 玩得很厉害 他说 三千五百个赞 得来不易 很辛苦 但也很快 我现在就迈向四千 不断赞自己做什么 在我做新手的第三个月 我接触到 ACROOM 这个网站 有很多 很厉害的 赌主大大 在免费 派送福利 也有不少类型的房间 大家互相分享 后来我也接触到 Joe, 动心的Facebook 那些 page 那些 group 在那里 也有 frontline 化石, 艺术品 DIY照片 家具, 服饰 全部都是毕业 我估计 他的意思就是 全部存在 他거를畢 Scripture 所以 rotate 即是已参为 不难成的故事 真是 reserve 不難成的,很容易 以前的AC room有不同的check room 大人和弟弟都跟他們交流 過了沒多久,我就不想跟那些大人一起 因為他們經常走在一起欺負一個小學生 因為那個人的性格可能有點奇怪 我心裡看不過眼 如果跟他們正面衝突,他們人多 我鬥他們不過 雖然我幫不了些什麼 唯有選擇不去他們那裡 不過我很後來才發現 所謂的大人根本是雙重標準 以前不准小孩子做的所有事情 現在的大人原來都做過 我真的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大人小孩子 不過隨便 我 skip這段,因為我看不明白他在說什麼 他說這個AC room 這個網 表面好像很正常 但是暗地裡也有很多爭執 賭主和玩家 玩家和玩家,賭主和賭主 大家就可以了 總之各人都有很多爭執 有很多犯規的人 有偷東西的人 偷渡 斷線 斷線 控制不了 沒有禮貌 文盲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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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粉皮 我就是粉皮 我做賭主 同時也是玩家 又做過新手 所以我明白賭主的立場 也明白玩家做新手的心情 所以我做賭主就盡量寬容 所有技術性犯錯都可以接受 很多事情我都親力親懷 可以的話 盡量手動 發送那些密碼邀請 可以避免不正確地離開 或者斷線 明眼人 會見到我這個小舉動 很多時候 那些玩家 就以為被我黑單了 是不是 black list 我也沒有 也有玩家會提醒我 說自動發密碼的裝置 停了 其實是我 教了手動邀請 我真的看不明白他在這裡說什麼 不過隨便吧 他們很多掙扎 我都不參與 我都好像可以置身事外 雖然我在 沒有進入他們的房間 但是裡面發生的事情 我是知道的 因為有人通水 我會靜靜地觀察 那些私人恩怨 我也不理會 但是如果這件事 去到公義 犯罪的時候 我就會想幫忙 但是我又不可以跟他們硬碰 所以我選擇了暗中幫忙 雖然可能 因為他沒有詳細說 我不明白他說什麼 不公義犯罪 玩動心 玩到犯罪 他說可能 凡事的賭主有五、六個 我 賭卸人很多 很危險 他們都是賭主大大 所以平時都有派堂 很多人對他們的印象很好 他們有權力 有能力去捉拿凡事的人 但是到他們犯罪的時候 就用他們的權力保護自己 我想他自己也沒有寫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他具體在說什麼 然後他就突然說 事情已經告一段落 我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事情已經告一段落 在一定程度上 我們已經勝利了 我也很累 不想再處理 所以經常說ACROM是一個小社會 是社會的縮影 也是真的 然後他就貼了一些圖 但是他說那些圖是不需要讀的 所以就不讀了 他講完 他就分享完 他說 最後我想感謝敲天幫我讀出料 億萬大大會聽到 亦想和大家分享 我也很肯定他們不會聽到這封信 他們不會這樣有品味聽 敲天多這個真 不過麻煩 敲天在標題上修飾一下 讓我不要被人發現萬分感謝 最後希望大家新日年平安 粉大上 因為他自稱粉大 因為他自稱粉大 他下面好像還有一些東西 但應該是不需要讀的 我想他是一些截圖 他自己和其他人的私人恩怨 我們完全聽不明白 粉皮在說什麼 但是 我們也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 扮理性 是不是這樣說 總之粉皮我們就撐硬了 哈哈 對不對 總之就是撐粉皮 撐粉皮等於撐自己 對不對 我們一起在家叫 撐粉皮等於撐自己 跟隔壁的人說 撐粉皮等於撐自己 跟隔壁的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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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粉皮等於撐自己 這樣才是撐的 你想想 如果我們聽得懂 然後撐他 這是理性上的要求 難道那個人說得對嗎 你不撐他嗎 那你就很不道德 但是 但是 我們聽不明白的狀況下 我們也會撐 是不是 真心想撐 對不對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吧 好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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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題目上不要寫得太過 仔細 那我就會這樣寫 撐粉皮等於撐自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星期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多謝各位 現在是我的新年 1月1日 多謝各位 和我度過 2022年1月1日 多謝各位 現在我們就聽 我們的台歌 然後我會把電腦給夫人 因為她要 Facetime 我們